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邝教授好 邝华科啊 咱们今天这个题目这一定啊 一定很多人眼睛擦而亮 说是啊 赖清德万一真的拿到大卫以后 那就等于是蔡英文做上电影了 也就是蔡英文啊 等同于是要被掐死了 或者是判了个死刑 那看起来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也就是说如果蔡英文想不上电影 那就还得干掉赖清德 这个是内情到底是什么 有请尤华哥来为我们爆料 尤华哥 我们这样说好了 就是2022年11月26号 民进党败北 然后蔡英文辞党主席 她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辞去的党主席 她辞去党主席以后 各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就是希望党主席不要由赖清德兼任 而是希望由盛文灿或者是其他人兼任 但是因为赖清德一定要自己出来 所以等同是赖清德逼宫 就是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那个时候蔡英文是希望由陈其脉来兼任党主席 就比照当年谢长廷跟苏贞昌他们那个模式 由县市首长来兼党主席 但是赖清德非要不可 非要不可 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关系就弄得非常的坏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各位晓不晓得 你赖清德怎么告诉蔡英文 他说你看那我跟苏贞昌推荐的人选全部都当选 那你推荐的几乎都全部落选 那换句话说他对蔡英文并不理喻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其实蔡英文并不希望由赖清德接班 这个是民进党人尽皆知的事情 好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赖清德行军布政 他从来没有问过蔡英文 对 从来不问蔡英文 但是当我们在讲到什么春风真安啊 5041啊 这个三个人看的啊 那蔡英文他就笑 那笑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讲嘛 真的赖清德 现在不去阻止他 他未来当选的话 他第一个就会找我算账 不 找我做那个电影了 让我受 让我 让我怎么样 受到震荡 当然不会电死他 我事先声明不会电死他 但是等于是把他送上 送到电影上面 就可以天天威胁恐吓他了嘛 不然的话就给他电一下 对不对 这个就是蔡英文讲 那事实上 你也晓得 我也晓得 他旁边的几个人 不是讲了吗 看到我们节目都会笑 这个呢 你应该跟观众报告一下 他为什么他会笑 好 那我们呢 先来说 2022年6月的时候 当时候林志杰那篇论文被引爆以后 整个蔡英文的提名 是不是兵败如山道 对 好 现在呢 有一个说法 我想请您呢 这个爆料天王来 来给大家证实一下 据说当时爆料的人呢 是新潮流系从后头给找出来的 而这人呢 据说在当中华电信某个子公司的董事长 最后呢 还被蔡英文用me too呢 把他给处理掉 而且是由 游市会议员这边呢 也在把他给爆料掉 您觉得真有这个事吗 因为据说新潮流 等于是借着这个贾论文案呢 是做一连串的处理 然后再加上陈思忠 也被后面出了个手脚 这时蔡英文可以说是恨得牙痒痒了 才会在失掉党主席之后 在2022年12月立刻出手 干掉赖心的最重要的金主 也就是台南卢渣案的这个重要人士 您说真有其事吗 真的是中华电信的子公司 这个董事长来干的事吗 游华哥 这个中华电信公司 子公司董事长事业 算做的蛮大 那我过去在党外时代 我也跟他 跟他关系还发展的可以 他算是你学历吧 他是在今年才52岁嘛 小人民司45岁吧 没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在党外杂志在民进党的时候 他还是学生 OK好 他是1990年进的这个民进党 对吧 都跟赖清德他们差不多 是 好 然后呢 因为郑文灿是想要打林志坚过来参选 对 但是呢 蔡英文非要小赢男孩 好 那 郑文灿只好去问志坚阿姨 志坚阿姨就是蔡英文 对 因为蔡英文希望想透过提名权 他胜选了以后 他还可以掌握民进党的大权 对 所以呢 那个时候 林志坚是第一张骨牌 第一张骨牌就是新潮流搞他 是 接着就是接二连三的一个一个倒下 那我坦白跟你说 是 林志坚抄袭的两本论文 对 用荧光笔画了出来 每一页都核对 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吧 当然 一般人做不到的吧 对 那那个原本我看过 原本那我看过 上面都有荧光笔 上面都有荧光笔 然后当林志坚找了所谓的御用律师的时候 他希望把这个东西平息下来 第一本 先是中华大学的 对 先是中华大学 让他知难而退 结果呢 他反而找了所谓的 御用律师还要提告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出手 就出手说台大也有问题 就是两本的话 一本 那你还 你就是双管齐相 没有 这个叫做双保险 双保险 他就知道那你第一本一定会否认对不对 对 或许第一本抄的时候 那我年纪小啊 那我误抄啊 都有理由 可是你两本的状况都是一模一样的时候 双保险就把它给保险掉 这个就是新潮流搞林志坚的地方 是 而且新潮流还是隔三打牛 他找的是新竹市干过四五任议员的人 来把整个事情给兜出来 是这样的 对 好 那照这个结果呢 他们这个仗是非算不可 听说弄的本来已经投新潮流的黄伟哲 赶紧这个非常紧张了 把自己的气势倒过来 倒到英系去 真有气势吗 对 这个是真有此事 因为他不敢当赖兴德的儿皇帝吧 好 是 那所以后来本来黄伟哲是已经烂掉了 现在呢又没有人打他了 就是因为他投奔英系 所以被保下来了 对 好 那照这样就说英系现在杀了全是新潮流系 而且是中南部的新潮流系 对吧 对 没错 好 那也就是说 现在只剩下核心的郑主 跟几个护卫队了 包含赖兴德自己 跟邱毅仁 还有洪奇商 再加上攀洪安 就剩这么几个了 对吧 老男男三个人嘛 还有一个 野百合郑立文的朋友 叫做许立明的 许立明 许立明是陈菊的人 他真正的核心不是新潮流 因为陈菊是新潮流的大老级人物 那许立明是属于陈菊那个新潮流 陈菊本来是美丽岛 一看美丽岛快垮了 他头跟新潮流嘛 就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 等于是拿着刀子从后中喊杀千刀了 一路已经杀到七月中七月底了 现在就等赖清德 从巴拉乖回来以后 看看刚才有华哥所说的 这个郑主在家旁边这四个保镖 能不能能够护得住 手不守得住 还有一件事 您说 还有一件事 现在蔡英文要五席不分区 五席还是三席不分区 抱歉 他要三席不分区 看赖清德要不要给陈时中第一位 因为民进党的惯例 第一位就是未来的立院院长 那据说赖清德他很不喜欢陈时中 所以不会把他放在不分区的第一名 是 好 现在两边是已经斗出火来了 蔡英文据说真的要在八月底动手 我们且看后面还有什么惊天大料 要邀请有华哥继续来爆料 感谢有华哥 感谢 谢谢